今天要加上空白 空白的規則就是13,一直到0 所以要怎麼樣讓它可以13到0 那當然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另外產生一個J的迴圈 可是問題,假如可以不要再另外增加一個迴圈 那當然會是比較好的策略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多增加一個迴圈 那相對你程式的複雜度越高 所以有的時候我寧可 就是說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不要讓那個什麼 讓那個程式多一個迴圈 能夠不要增加就不要增加 除非真的想不到好方法 可是其實這裡的話 其實是可以不用加一個迴圈的 為什麼?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今天我們迴圈裡面本身有一個I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出的話 我先讓它透過I來產生那個空白的話 那要怎麼空白? 比如大家第一個 我先思考一下把上面增加 輸出一個空白 那輸出幾次的話 當然你不能說我跟這I一樣 因為跟這I一樣的話 那變成說我第一次輸出的話 那就是前面加一個空白 如果這樣輸出的話 比如說幾個空白 它最後結果會變這樣 那我要加一個晃 把晃航去掉 END等於沒有 有沒有?那前面就是幾個空白 這樣輸出變這樣 第一次輸出一個空白 輸出兩個空白 但問題它的規則應該會顛倒 不過你會發現好像輸出一次 就多一個另外一種圖形出來 你可以亂踹沒關係 OK 反正你最後想出結果來 這就是你的東西了 那後來我發現 其實可以怎麼做呢? 它其實是可以用什麼? 編導過來 它剛好總total假設是13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13去減 有沒有? 如果13減掉i的話 那剛好如果13減i i剛好1 所以13減掉i的話 有沒有? 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i是1 所以13減1 當然就是12 那第二次 有沒有? 13再減掉2 那變11 減完之後最後 13減13 那不就0 不就剛好符合12到0 我們的這樣的需求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不是 有特別在這邊 簡單的繪製一個敘述圖 有沒有? 這邊需要幾個? 12嘛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這樣思考 這邊12到0 那12到0要怎麼產生? OK 所以你可以假設 你可以把這個12到0的數字 給變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答案了 那怎麼樣做出來? 當然直接想到就是另外再增加回圈 不過另外增加回圈沒有好處 說真的 像我的習慣喔 程式能夠寫越少越好 OK 沒有人喜歡寫程式寫一大堆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的程式基本上就是淬煉過的 越少越好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越直覺越好 什麼叫直覺? 就是我是直覺想到的 而不是拐彎末角的 如果那拐彎末角寫出來的 我覺得喔 我覺得喔 那不是好的解法 所以像我習慣會想好幾種方法 比較一下哪一個程式最短 第二個哪一個邏輯最簡單 最直覺 那我會把那個程式留下來 好 所以喔 所以喔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用什麼 用13 減掉什麼 減掉I 啊記得喔 因為它會先執行乘 再執行減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 把這個區隔開來的話 記得在13減I的地方 外面再加個刮符 那意思就是說 先幫我把13減掉I之後 再去重複幾個空白 那這樣的話剛好符合 所以喔 它第一次就12個空白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星號 因為我有把後面尾巴的換行拿掉了 所以它就接在後面 12個空白一個星號 11個空白兩個星號 那就滿足我們要的需求 所以執行 看到結果是不是要的 對沒錯 12個空白一個星號 OK一直到0個空白13個星號 那這樣就完成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同學就意而未盡 馬上就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把它變成等腰三角形 所謂的等腰三角形 就類似像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 雲丹白板上面 你再往下捲動 這邊有個等腰三角形 在第11的地方 11頁的地方 那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基本上的架構 前面的部分 就是剛剛的 只有增加後面這個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後面這個部分再加進來 當然你可以視為跟前面是延伸體 當然你也可以視為另外一個體 其實你如果另外一個體 你可以怎麼思考 你會發現它的星號剛好13579 最後是25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輸出星號 你先不用管前面空白的話 那你直接怎麼樣 就用step 1-26-2就可以了 就是13579 一直到25 因為26停下來了 可是問題 你還要思考前面的空白怎麼處理 所以怎麼寫 當然你寫法很多 絕對寫出來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你要想想看哪一個寫法是最簡單的 OK 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就是說 它這個星號 剛好就是說 如果你 它這個的數量 如果乘以2被減 就是剛好乘以2被減 如果乘以2之後減1 剛好就是它的數量 其實都符合這i的值 所以如果假設 我不希望說 另外再修改這個range的話 所以剛剛的寫法 假設剛剛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剛剛的敘述的話 電影就要改這邊 26-2 但問題麻煩的地方來了 就是你那個什麼 你這個13-i的規則 你要重新思考 所以喔 動了上面下面就改 但是如果假設 你如果不動上面 那其實只要動這裡就好了 只要動i 看看這個地方本來是i對不對 你可以讓它產生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當什麼 第一次輸出i的時候呢 它就自動變成一顆星 第二次變三顆星 第三次變五顆星的話 那基本上呢 也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等要三條形了 至於怎麼改 其實至少有兩種改法 有沒有 有沒有 第一種改法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改這裡 有沒有 第二種改法其實就改這裡 那哪一個方法好了 你們可以思考看看 哪一個比較簡單 後來發現 好像改i的地方 應該是相對簡單的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第一個 就是先輸出那個 這個 直角三角形 前面加空白 也就是有點是靠右對齊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再思考一下 可不可以做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 剛剛是直角 把它變成等要三角形 那這個數量 剛好就是 1、3、5、7、9 所以這個地方 最後就25顆星 它怎麼樣可以剛剛好 請各位試試看